大家好,我是花石 说话算话,我开期视频给大家讲讲我的户外鞋 我特别喜欢买鞋 视频里的这些鞋其实差不多是我裤腾的一半 在我这些鞋当中,最贵的是这一双 一双LOWER的高光登山鞋 它的防水能力非常强 防汗能力还行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穿着它去了一趟东北火爆国安公园 躺了血,走到很长时间,也没有进水 脚也不太冷,相当的不错 但是它呢,还有一个问题 防汗能力强,意思就是夏天穿了就会热 所以说我还有另外一双鞋在天比较热的时候穿 其中一双是这双511军靴 它有个优势就是特别的拉链 穿多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甚至在一些比较好走的路段 我还会把拉链打开 热的时候这样通风透气会更凉快一些 而在天更热的环境下面呢 我会换上这双SKAPA的东山鞋 它的帮比较矮一点 鞋底会更薄一些 在大概30度左右的环境里面 穿的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这双双鞋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们的底比较厚 就像是汽车的越开一样 它们在一些石子比较多的路面里面 鞋底不太容易被划破 这样的话东山能力就会比较强 比较耐操 这些鞋呢都比较适合去北方 你去一些什么青藏高原 去爬爬牛车滩 穿它们的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但是如果你去南方的多雨的那些泥地环境里面 它们就不行了 它们会非常非常的滑 那么在南方多雨的三界里面 穿什么鞋最好呢 答案你可能想不到 就是解放鞋 这种鞋呢 你到户外用品店找得到 你得到劳动保护用品店才能找得到 它也非常软的底 这种底在南方的三界里面是最合适的 灵活抓紧能力强 排紧能力强 能不能让你在泥巴山上 我会滑倒 更关键的是它便宜啊 你甚至不用买一双戴在身上 到了目的地找个现场里面的老宝用品店 花个三四四块钱买一双 一个礼拜就算穿坏了你也不会心疼 是不是 动得好 如果你去的是南方的海边或者是热带雨林 其实还有一双鞋更合适 是什么呢 动动鞋 拖鞋一样动动鞋 你不要小瞧动动鞋 动动鞋它的底其实在南方的林子里面 也是非常的繁华的 我曾穿着动动鞋跑过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 说到马来西亚 其实在马来西亚有一种比动动鞋 更适合跑野外的香蕉鞋 它叫什么呢 叫康康阿尼达斯 因为有几年不能出国 所以我手上没有食物 只能给大家看蓝图 这是一种黑色的香蕉鞋 它的侧面也有几条杠 所以说会被称为康康阿尼达斯 翻译过来就是乡村阿尼达斯 这种香蕉鞋在热带雨林里面穿起来一点都不滑 而且它天然就是防水的 你能够随便在水里走 价格也非常便宜 只要大约10个马来西亚币就能够买得到 如果你是个野外工作者 下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千万别错过 这种在杂货店里面才能买得到的 乡村阿尼达斯 现在的衣服是在干净中的不是 这种外面是木币就能够 advocates 如果你已经里面儿弄得到的 上面就能够到的